现在听见人们说 说北京现在是个鸟的天堂 有个鸟蛋 还有个鸟巢 说还有一什么建筑像鸟头 听说了没有 但是像这种一个一个大地标的建筑 在北京 你觉得对于整个北京的景观风貌来说 是好 人家也说有这个东西好 北京的骄傲 现代化城市 但是实际上 其实就是这纪念碑 就是跟在这城市里 现在还是比较单一 就是什么 就是看着就很不一样 鸟巢什么 这电视台很不一样 可是它都是一种 属于那种尖叫的建筑 尖叫 对 为什么 是它就是它因为现在 需要人的注意力 需要对 洪晃看到是会尖叫的 就是它在尖叫 让大家都注意它 就是建筑物有的是融合进去的 我的理解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就这意思 有的是融合进去的 有的是在那里尖叫 就比如说人吧 有的就特融合 它可以在那儿的话就比较和响 也挺有意思 也挺 要在那儿张扬 对对对对 是这么个情人 所以现在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就是变着方的叫 我觉得现在全中国各大城市都在建筑 都在叫 养天大叫 各种大楼都在叫 弄得很不平静 这个是我的偏见 所以我是觉得你也可以不叫 就跟这个音乐什么也不见得非得叫 不过说句实在话呢 从老百姓来说 就是我老百姓指的非不是搞建筑 也不这么敏感 也不怎么在乎这事 叫就叫吧